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水位在12.5米时 它的面积达到2069平方公里 是淮河流域最大的湖泊 在这里又会发生哪些关于它的动人故事呢 想要了解洪泽湖的方式有很多 记者卓娜的目光首先放在了两只铁牛身上 来看我身边这两头大铁牛 其实它们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关于这两头牛啊 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早在清朝年间啊 人们为了震水 就用生铁打造了 九牛 二虎和一只鸡 为什么非得用这三种动物呢 其实啊 我们经常用九牛二虎之力 来形容力气特别大 手无腹肌之力 来表示力气特别小 因此啊 这九牛二虎加一只鸡 就表现了力量之极致 当年的九牛二虎一只鸡 如今早已是几匪狐跑 只剩下几只铁牛 在洪泽湖大堤上 其实当年 大司马张穗宁 筑成九牛二虎一只鸡 是为了表达震水的愿景 洪泽湖水产资源非常丰富 历史上有水生动物一百多种 其中鱼类八十八种 水生植物八十多种 在众多水产品中 有微风凛凛的小龙虾 成名已久的大闸蟹 而这次我们要了解的 是在2015年被认定为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 洪泽湖青虾 青虾学名爪虾 属于杂食性动物 以藻类水草浮游生物等为食 在我国有广泛的分布 为了探寻洪泽湖青虾 和其他产区有何不同 记者卓娜和当地渔民 马夫喜夫妇 来到了洪泽湖的成子湖水域 我现在就在洪泽湖的水面上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跟着 马大哥夫妇一起去补青虾 马大哥 您看这块水域这么宽广 咱们从哪块开始补虾 就从这儿 我看到这儿咱下了一个旗子 对 这一块就是我昨天下午 在这个把补虾的工具 都放到水里去了 那为什么您选择在这一块补虾呢 这块风平荡静 水质清澈 底层水少丰富 适应青虾生长 这片水域底下 生活着大量的洪泽湖青虾 这和它们的习性有关 洪泽湖青虾喜欢水质清澈 溶解氧丰富的水域 同时不喜欢阳光照射 一般白天隐蔽在暗处 夜间出来活动 所以水草对它们来说尤其重要 不仅是食物来源 还成为它们躲藏和繁殖的场所 在洪泽湖人为捕捞青虾 最常见的就是马夫喜和段广平 这种夫妻协作的方式 男人负责摇传 女人负责收网 我看这个就是咱捕虾的工具是吧 洪泽湖算没捕青虾的工具 它叫什么呀 叫芳兰 我看它这个设计的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是什么原理啊 这虾子从这里勾立 虾从这进 但是出来就费劲了是吧 出来就费劲了 我看到这里面还有个圆圆的东西 这个是什么东西 摆青虾的料 它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山芋面 段广平说的山芋面 就是红薯研磨成面 把它捏成球 就可以作为补虾的耳料 青虾很喜欢这种味道 一般捞青虾 会投放几十个 或者几百个方篮 每个篮子里 都放入一个红薯球 红薯球 把青虾吸引过来 方篮有三个漏斗形的入口 这个入口开口很大 青虾从不同的方向游进来 进来以后 口越来越小 青虾只能按照设置的路线 向前游动 进入方篮之后 还有一个漏斗形的入口 青虾进入方篮内的第二层空间之后 无论如何也无法出来了 您看这红则胡的青虾 从外观上看就特别漂亮 整体颜色是以青色为主 而且您要是特别仔细地观察 还可以发现 它身上有好多淡蓝色的小点点 尤其是我把这个虾 对准太阳的时候 还能够感觉到 它这个浑身全都是透明的 红则胡青虾 有三个最大的特色 一是体翘薄 体色呈现出一种 半透明的亮青色 二是味道好 非常的鲜美 它的经济价值也很可观 一般情况下 每千克能达到100块钱左右 最贵的时候能达到200多 即便这样的价格 红则胡青虾也是供不应求 三是生长速度快 在每年5至6月份孵化出的幼苗 一般约40天就能长到3厘米左右 到11月份 每只体长超过6厘米 体重达到5克以上 带着新鲜捕捞的青虾 卓纳将跟随马大哥夫妇 前往一个特别的地方 在过去许多渔民的家就在船上 从小生活在渔船上的马夫喜 如今已经搬到城里 但他知道 想要制作最原汁原味的青虾美食 还要在湖上 刚才跟随着马大哥夫妇来到了他们家的渔船上 这不段大姐非常热情 要打算给我做两道菜 那具体是什么呢 盐水虾 盐水虾 如今的湖上生活已经变得更加精致和丰富 但制作盐水虾的过程 可不能太复杂 关键词只有一个 那就是品鲜 取一锅来自洪泽湖的水 清水煮虾 只需搭配一些葱段 两分钟的时间 青虾的颜色变红 就可出锅 醉虾 是当地的一道经典美食 活虾放入高度白酒中浸泡 等待两分钟的时间 就可品尝 这种吃法既可以尝到虾的鲜香 同时也可以品到酒的清炼 就在刚才马大哥夫妇俩把我们打捞上来的 这个新鲜青虾做成了面前的这两盘菜 一个就是醉虾 这个是盐水虾 那行的咱就不多说了 赶快尝一尝 从船上到城里 马夫妇的生活方式在变化 但记忆中的青虾味道 却不曾改变 特别好吃 除了传统的吃法 在都市的餐桌上 关于青虾的美食则更为精致 葱炒青虾 是一道简单易做的家常美食 虾仁含有丰富的甲美磷等微量元素 及多种维生素 尤其是虾仁中含有的虾青素 这是一种对人体十分有益的物质 白袍虾仁 无疑是鸿泽湖青虾所有做法中最有名的一种 精选体型匀称 可薄肉多的青虾 取出虾仁 用鸡蛋清 淀粉等佐料上护 油烧至四成熟 虾仁放入锅中 相传在1949年 白袍虾仁曾被选为 泰国第一宴的头盗热菜 但由于当时交通不便 白袍虾仁的原料 活得红泽湖白条青虾 历经颠簸 用卡车运到北京后 以奄奄一息 由于这道菜品对食材新鲜程度十分讲究 无奈之下 白袍虾仁只能遗憾地退出了国宴 白袍虾仁的做法并不复杂 最关键的还是食材的新鲜程度和品质的要求 少量的淀粉 剁碎的猪肉和青虾 制作成浓稠度较高的虾糊 平底锅 少量的油 小火慢煎 能最大程度把握最终虾饼的形状和颜色 保持耐心是关键 两面反复交替 油量不浸墨食材表面 同时不断翻动虾饼表面 使其受热均匀 两面一致 等待虾饼的两面凝固 并逐渐呈现出金黄色 改为大火炸 十秒钟的时间 虾饼内的水蒸汽渗透出来 虾饼的口感更加酥脆 一道香煎虾饼 外观色泽诱人 里面的肉馅鲜嫩绵软 是一道深受当地百姓喜爱的家常美食 成为难得的青虾美味 大自然恩赐的优良环境和水质是关键 而人为的管理和控制同样必不可少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对洪泽湖的保护起着重要作用 在当地被称为护鱼人 我们作为护鱼人 24小时对湖区不介绍的管理 我们对鱼具的规格实现都有民文规定 我们所做的一切呢 都是为了保护洪泽湖鱼业资源 维护于渔民的看法权益 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如何与洪泽湖和谐相处 洪泽湖和险为什么被渔民叫做金疙瘩 软体动物和险和淮阳菜又产生了怎样的关联 农广天地邀请您继续收看 农田餐桌 虾鲜险肥 洪泽湖 有的时候啊 换一个角度看待问题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生活在洪泽湖岸边的人们似乎更懂得这个道理 曾经的黄河夺淮 让洪泽湖的湖底沉寂了大量的泥沙 但是同样也带来了一种喜欢泥沙的水产品 那就是洪泽湖和险 这是种什么动物呢 和险俗称沙梨 金罕 扁罗等 是双翘类软体动物 它是一种绿石性动物 以水中的浮游生物为食 和险在我国江河湖泊中有广泛分布 主要栖息在水底 由于生活区域的不同 外壳颜色主要有黑色 黄色 黑黄相间等几种 洪泽湖和险主要呈黄色 外壳干净且有光泽 纹络比较细致整齐 记者卓娜跟渔民朱大哥 来到洪泽湖位于林淮镇的水域 准备一探究竟 你们能猜到我现在手里拿着的这个工具是干什么的吗 您看这下面有一个方方正正的铁篮子 上面有一个非常高的竹竿 这个工具叫什么名 它干嘛的呀 这个叫捕捞河浅的险耙 险耙 对 我看咱这重量也挺沉的 咱咱们用这么沉的东西 这个不重不管 它都是贴的多 它可能要有四十斤左右 河浅生活的水域 水深在两米左右 它栖息在水底 所以只有使用这种又重又长的险耙捕捞起来 才比较方便 每个险耙的间距都有要求 要达到1.2厘米 这是保证核显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措施 苏大哥 我看你这个筛子好像也有缝隙 对 这个筛子为什么呢 筛小的 留大的 小的全部漏下去了 放在水里 大的然后在筛子上面 比如说这算是第二次的筛选 对 第二次了 朱元喜如此细心的筛选 来源于他对核显的特殊感情 捕捞核显二十多年 他更懂得珍惜资源 带来的益处 洪泽湖多次的生物调查显示 在洪泽湖所有的第七动物中 洪泽湖核显的数量能达到70%多 数量多的洪泽湖核显给当地渔民带来了富足的生活 因此它又被称为金疙瘩 可是为什么洪泽湖核显的数量这么多呢 这一块的这个水域好 这个土质也好 这个水也活嘛 循环的好 河浅在里面有东西吃 河浅就长得快还有来的飞 长得快还长得肥 第一是洪泽湖核显最大的特点 这和它的习性有关 河浅长期期在底层泥沙丰富的水域 特别在江河入海淡水交汇处数量多 洪泽湖核显的寿命一般在三至五年 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 可以选择捕捞不同规格的河浅 一般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河浅的体壳长度就能达到1.2厘米 这时候就可以被渔民捕捞上来 作为商品浅出售 洪泽湖核显不但在国内受到人们喜爱 在日本 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 也受到人们普遍欢迎 而从营养的角度来讲 洪泽湖核显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氨基酸和各种微量元素 为了让洪泽湖核显更好地走向老百姓的生活 洪泽湖附近的加工厂 把它们加工成核显干 罐头 调味品等 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 说到核显制作的美味 就不得不提到五国四大菜系之一的淮阳菜 洪泽湖所在的区域是淮阳菜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在淮阳菜的美味当中 经常出现洪泽湖核显作为食材 淮阳菜作为我国四大菜系之一 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那么今天我们找到了张军张大哥 让他给我们展示几道正宗的淮阳菜 我们淮阳菜的原材料很多来自于洪泽湖的水彩皮 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道银丝会显肉 主要的就是这个百叶 这个在我们北方其实叫豆皮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个豆腐皮 比我们北方的要薄很多 是吧 而且能看出来它很透明 很透明 对 这样切出来的才能更细 更细 对 细如发丝 刀工精细是淮阳菜标志性的一个特点 一份筋道精细的干丝 是淮阳菜厨师的必修功课 这道菜之所以叫银丝会和弦 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刚刚切完的这个百叶丝非常的细 而且它的秘诀之处是在于非常有弹性 将切好的干丝漂洗四五遍 然后放入开水中烫一遍 能去除干丝的豆腥味 还能让它的色泽变得更洁白 不同于东北绘菜的粗广豪放 这道银丝会显肉则更为精细 已经熬制六个小时的骨汤 汤汁早已煮得发白 干丝鲜肉放入锅中小火慢煮 鲜肉的鲜美 干丝的香醇 骨汤的厚重 这三种清淡的食材搭配一起 在短短的三分钟时间里完成融合 少量的淀粉勾芡的过程让菜品更加浓郁滑嫩 一道清新甜淡的银丝会显肉 作为一桌淮阳菜的开始 总会勾起人们的食欲 而接下来要登场的这道美味 则在淮阳菜中有着许足轻重的地位 狮子头 相传这道菜品传承至今 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张军今天带来的和显狮子头 则加入了显肉的元素 传统的狮子头采用六成肥肉和四成瘦肉 加上葱 姜 鸡蛋等配料 斩成肉泥 而就是这个步骤 却是制作狮子头的关键 要达到松而不散才是上品 烹制的火候极为关键 捏好形状的狮子头 小火放入清水中 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 肉馅中的油脂 已经渗透进汤汁中 而一个普通的肉丸子 也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蜕变 加入了和显的狮子头 除了原有的浓郁香醇 也融入和显的鲜美 人们在品尝菜品时 形象总是鲜声夺人 菜品色彩斑斓 视觉形象好 能增加人们的味觉感受 同样味觉感受好 反过来更深化使者的 神美感受 而这道菊花咸 非常强调 菜品的外观 对于色相的追求 要从第一个步骤开始 肉馅调好味道之后 均匀的摊在油豆皮里面 卷豆皮的过程要小心翼翼 把肉馅包裹的盐丝合缝 避免炸制的过程 多余的空气进入 影响口感 无论煎炒烹炸 无论煎炒烹炸何种烹饪方式 对于华阳菜来说 都是为了突出食材本身的特点 大火炸至缩短烹饪的时间 包裹在豆皮内肉馅的鲜香 得以保存 淮阳菜对拼摆手法的要求 也很高 精细的刀工 鲜熟的拼摆 加上晶档的色彩搭配 赋予了这道菊花咸 不一样的意义 像洪泽湖这样物产丰富的湖泊 气候适宜四季分明 自然物产丰厚 就为淮阳菜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富饶的鱼米之乡 洪泽湖是人与大自然博弈的产物 千年的时间 这片水域的人逐渐明白 与湖泊相处 既要了解他与生俱来的脾气 又要做到保护和利用有效结合 这样才能得到宝贵的馈赠 好了 今天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